好於警戒 新北石門區的居民 整夜不敢睡 因為山崩危機 到現在都還沒解決 新北市石門區 這裡就受到了 這個土石崩落的侵襲 我們可以看到 在記者左手邊這個山坡 是幾乎已經崩塌了 直接就往民宅家裡面沖 包括冷氣機 熱水器等等 都還有這個土流侵襲的痕跡 一張張出沒經濟的畫面 就是上次因為大雨山崩 尼莎冠境住家 就怕惡夢重演 居民自救 築起沙包矮牆 聽到山崩地繞 風風球 我走到天上就崩下來 那會怕死 四五十年來從沒有發生過 民眾魚介有存 但這片不斷崩落山坡 該等到天晴之後 才能施工做擋土牆 因為土石裡面住來 然後冷鏽盤 如果土還繼續墜大 都來整天去土耳朵庫 雨水一下來 那個泥土擋住後門 整個水都是又進去 對啊 是有來清空 他清明都已經自己先清好了 自己處理 對 這邊有都一樣 黃土才清完 美女封面又報到 新北市府不敢掉以輕心 副市長李四川帶隊勘察 因為大雨造成的土石崩落 由於雨勢斷斷續續影響搶修 目前希望帆布暫時阻止土石滑落 並要求公務局等雨勢緩和之後 就展開搶修工作 記者彭管理 李冠志 新北市報導